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的好介绍是和大家分享一个 耳水不平衡的验方 其实我已经介绍了一个 是米黑豆来煲水喝给姜 这个是很多人都有效 但竟然最近有一位朋友说 我没有效 所以我就再介绍多一个 这个是我朋友自己家人里面 几个人用过的亲身经历 首先我讲一下他们的情况 他说他爸爸63岁的时候 工作压力很大 有一晚晚上起床去厕所之后 耳水不平衡跌回到床 不能站起床 所以朋友就教他 你煲这个芳来喝一下 他喝了之后又好回 但因为时间太久 我朋友说 不记得喝多少次了 而他另外一位的亲人 就是他的唐叔 就是在香港的 我这个朋友是在加拿大的 他说他唐叔又是在香港的时候 又是暈 暈到不得了 他就告诉唐嬸 有个感觉方啊 你试试吧 他喝了之后又有效 轮到他自己了 他就是撤除肿瘤和子宫手术之后 当然休息在床上 但是他在床上看到楼梯 因为他睡的位置 是用了医院床放在家里面的客厅那里 所以他看到楼梯 为什么楼梯是旋转梯 为什么楼梯会转来转去 他觉得暈得很重要 他是在休息 躺在这里 所以他叫他妈妈 你立即煲这个汤水给我喝 他前后喝了两碗 那楼梯就不再移动了 那他就稳定了 那这个的用料是什么呢 就跟大家说一下 是海马 海马有大小之分 他是中型的 他说四只就可以了 而海龙也有小和大的 如果直径是1cm那么小的 要7寸那么长 大约一只就要用两只 但是他的唐嬸就在香港 买到直径2cm那么粗 那他说只用5寸就够了 不用说多少只 只是由一个部分切5寸出来 那就足够了 另外加适量的猪肉 多少没问题 是提升的味 然后水就要5碗至6碗 他要慢火煎 煎到剩下2碗 分开2次 温服 这个的海马海龙也是干品 所以是比较硬身 海马 要先把它浸一浸 洗干净 等它比较湿了之后 你把它剪成细细细 那它就容易出味 那它说呢 这样做两次之后 它就已经 躺在床上看着楼梯转 喝两次就完全是稳定 没有事了 但是他爸爸和叔叔喝多少次呢 他就忘记了 因为时间是比较久的 所以这个方 海龙海马 加上瘦肉 就是这么简单的 如果你那个是烏豆和白米 加上姜 这个是没有效的 你不妨试一下这个 但是如果你喝的 这个和黑豆的都没有效 然后呢 遲些再会介绍一个 不用喝的 很快就可以治理 耳水不平衡的 那你再留意我 下次为你们上传 多谢你的收听